早安 演艺小国家爱妈Candy 今天要来分享 这个是果园里的魔术寺 它能让我们的味觉的酸 担心害怕的酸 立刻变得甘甜无比的美味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秘果 神秘果我家的神秘果 这一颗神秘果将近十几二十 十几年了 这是我的老妈买的 应该至少有十几块二十年了 可是它其实成长了非常的慢 大概前四年从小幼 然后慢慢的长成蜘蛛 之后呢 其实几乎就是这么样一颗 这十几年来 我照顾它都是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每一年的大概 开好几次花 这个是属于热带性的植物 也就是在西非的地方的热带植物 但是呢 这样子的热带植物 其实它不管是全日照或是半日照 都可以长得非常好 这个是我放在这个走道旁的这个神秘果呢 它呢 非常的清香 非常的清香 其实神秘果呢 刚开始 它这是它一颗一颗的花苞 其实在它每一桌花苞呢 都在这个叶翼下面 也就是叶片的下面 就会三颗五颗的成群的这样子的花苞 所以当它结果的时候 我们常常呢 从上面往下看 往往不容易看到 我们必须从下面往上看 你可能才会找得到 哇 原来它偷偷的躲在里头 有果实 然后它的果实呢 几乎会是这样子成串的 成串的三颗五颗 如此成串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秘果开花啦 神秘果其实真的非常棒 听说它的营养素也很多 然后它对这个山高也很有帮助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个水果吧 我就是最喜欢它的香气 非常的清香 让人一天都非常舒爽 嗯 美丽的神秘果 清香的椰奶香 讚